当天有没有干犯这条罪名呢 这条罪在表面证供表面上也有 那如予以控告的话 这里头有个手续 就是28小时之内 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控告 那现在已经经过这一关了 定在5月是不是上唐 然后交给法官来判 非法集会在香港法律最高是三年 那么以这几年的先例 我估计黎智英这个非法集会 第一它是粗犯 我估计有一半的机会是罚款 另一半的机会可能是判入狱 大概一个月到六个星期左右 这是我的估计 所以这个对于黎智英先生来说 可能他早有这个心理准备 当然以刑期来说不会太严重 但是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就是说中医对黎智英这种人 这个以办报和言论为主的人动手了 这个在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所以美国国会跟国务院都发表了讲话 这个声明表示观众 但是为什么这么轻的这个罪行 要把动作弄得这么大 一般老微信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弄得这么大的动作 因为这件事情你是可拘就可不拘就的 这一般意义来讲是不是 第一这个非法机会不一定要要抓的 因为非法机会一机会可能有两三万人 那你抓的是驱捕呢是驱捕不了的 所以这里头如果存在对驱捕的一种选择性 为什么不抓其他的抓头 就是可能认为你是你是头 要么不抓其他人抓你 这里头就有一个政治检控的一个选择性 这是第一 第二去取驱步黎智英 动用香港的湾仔警处的 警处的叫重案组 而且姿态非常高 两三辆这个警车 十几大概至少有十来个人 白天天一早摸黑的到他家门拍门 这动用到重案组我们都知道这是很可笑的 在英国领导的时代 重案组是指这种谋杀 持枪抢银行 或者是这种特别的暴力的行为 这种谋杀碎司 这种叫重案组 但是抓黎智英用到重案组 这也是个政治姿态 是故意劳斯动众 对其他参与非法集会的人予以阻合 当然移交法官以后 我们到香港以现在的三权分立 如果你还相信基本法制定的司法独立的话 那么法官怎么判 那个特局政府管不到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罪名是地方裁判署 有这个权利来判的 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是交几千块这样 但是这个律政司 以这个判决过清为由 然后把他上诉到这个上诉庭 那现在这个上诉庭跟高等法院就有若干的法官 是比较轻忠的 那个阶段就不好说了 所以对黎智英来说 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司法的战役 不过对他来说 他对这个早有心理准备 我看也不会 他也不会怕 我们海外的观众 对黎智英先生是知道其大名 但是对他的评价 对他的这个背景的了解不是那么多 您能不能简单讲一下 他在香港这个认证中间 作为一个报纸老板 怎么会起这样的作用 因为一般报纸的老板 都是隐藏在后面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情人 他在办了这么一个媒体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人士 可以站在前面的 但是相对来讲 像黎智英先生这样 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一个领畅性的人物 你不觉得他的角色和媒体老板有冲突吗 李智英是1962年 据他自己说 12岁的时候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 你们知道 大家知道62年是大要进 在广东也有大饥荒 所以他翻山越岭 带着饥饿就跑到香港来 那么在他家乡 他看到他的祖母 作为一个地主婆 被逗得拾去我来 所以他来了香港以后 就怀着对中共的不满 那么然后他自己摆手薪家 在企业公司之间当小师 然后呢 结识了一个香港的工业家 叫这个姓张的 这个自由党的一个创始人 跟着他做生意 然后由于他勤奋 那些纺织品啊什么这个 就让他到美国去谈 拿这个原材料啊什么 所以第一个慧眼提拔 黎智英的叫张建权 权就是以此为贱的权 权就是权水的权 土跑权的权 那么 黎智英后来呢 就做T恤 那个时候穿个T恤 他打的名字 就替他了 带了金了 喂 你们听到吗 现在听到了 刚才听不太清楚 这个地方有点卡 现在好像您那个网速有点问题 那么后来呢 他做那个T恤以后就发财了 麻烦你把前面刚才几句话 再重复讲一下 刚才没听清楚 那么他跟着张建权以后呢 就自立门户 做这个T恤的生意 结果80年代初期就发财了 发财以后呢 他没有忘记他的那种政治理念 就是他觉得香港这个地方 让他发财就有自由跟人权 那个时候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订 再加上8964 所以呢 那个黎智英就带头造了一批 支持六四的这个民运学生的T恤 在香港大卖 然后呢 在1989年 这个声讨这个六四镇压第一场大集会里头 他就站在台上 那就是他一举成名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啊 应该道别这个成衣制造业 结果后来他就沉着这个六四的效应 在香港办起了一个叫一周刊 一周刊本来是一本周刊 一星期初一次 他就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 市场学专家 他自己决定用这个要用T恤的市场经验 拿来做出版 这个一周刊办了以后非常成功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吸引香港的中产阶级 和专业人士来看 那个时候当时这个一周刊一出啊 一出版呢 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爆料 就是说要揭发这种香港上流社会的 这种隐私 或者是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然后非常成功以后 就让他1995年 1996年就成立这个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呢也非常成功 但是他走的是狗宅队的路线 派这个像这个学这个英国的太阳报 小报一样 派这个派这个记者 跟着这些明星啊 后面呢就派这个一些照片 报了他的私影 然后呢又揭发 后来啊 这个香港的一些政界人物 比如说陈建南 香港的民间联队胡干 干部陈建南什么 私底下这个公职人员行为 适当就是收了钱 而且后来财政司司长梁景松 这个趁着这个财政预算案 对汽车税减减免的以前 他自己买的汽车 然后呢 他爆这些料出来 让他这个苹果日报销量非常的好 那后来呢 他就跑到台湾 照样的在台湾办的这个 一周刊 跟苹果日报 然后他野心更扩大到在香港 办一个叫苹果出销 苹果出销就是像今天的这个美国 这个Amazon一样 他给你买货送上门 但是这个呢 这个实验办的不成功 因为在香港 香港人不喜欢 在网上或者电话 订购去什么 牛奶啊 火腿啊 白米啊 他喜欢到超级市场 自己看 自己弄 所以这个苹果出销呢 就让他亏本亏了十几亿 十几亿港币 十几亿港币 然后到了千禧年 他认为要在台湾办电视台 他在这个台湾版的苹果 跟一周刊成功以后 他要在台湾办电视台 但是因为姿态 姿态弄得太高了 他说我要在台湾办电视台 我要对这个台湾的 这个政治生态发挥影响 他说因为台湾有民主自由 我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台湾可以一人一票 选这个总统 所以我要在那搞电视台 但是这个姿态弄得太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两党 一个国民党 一个民进党 他各自有自己的电视台 国民党有这个华视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有什么 国民党有华视 有中天 清民进党的有这个三立 有东升 你作为一个外人 把一只脚踩进来 要搞电视台 而且还明言 说要对台湾的民主发挥影响 那两个党都会团结起来排挤你 所以他在台湾搞这个电视 也不是太成功 但是这里头砸了也大概 据我猜想要20多亿 结果后来也泡了汤 如果黎智英不搞这个苹果出销 跟台湾的电视 这省下来自四五十亿 在香港这个2003年 在香港买两栋房子大厦 到了今天他的身家 我看会超过100亿 当然要卖的即使 他应该跟着李嘉诚 李嘉诚买进 他就买进 李嘉诚脱手 他就脱手 他到了今天 会超过100亿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 有理想的这个老板 他跟别人不同 他曾经说这个钱 我嫌的钱太多了 我不要那么多钱 钱太多了 我发愁 钱有一定的数量 我拿这个钱去做 有我喜欢做的事 所以他现在就 这个当时这个传媒 到了21世纪 遇到网络的挑战 他也拼命的寻求这个转型 比方讲他是把苹果 一周看最早发展 这个网络版的 他的反应非常快的 所以现在这个苹果 跟一周看在香港 这个网络 他登记了大概200多万 这个会员 然后这200多万 都要给钱的 然后网络的广告还不错 总算是打开局面 但是报纸呢 因为受到中国政协副主席 黎振英 带头要制裁 加上中共在香港 这个中联办 也给各些企业商家 打电话 施压 不许在苹果日报下广告 所以近年 他的经营应该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这个人是 有时候把理想的原则 放在前面 他都已经70岁 他不怕 这个坐牢 两三个星期 甚至三两个月 我估计完全在他的预算之中 这个他喜欢腥风着浪 他自己说的 我就是一个深来喜欢腥风着浪的人 所以这种人有大闹天空的孙悟空的性格 这个你们看西游记的头十回 这个花果山水帘洞 自成一角 自立山头 一帮楼螺 在那里舞刀弄枪 然后呢 向这个玉皇大帝 灵霄殿南天门叫阵 又跑到阎王老子那边 城改生死部 生死部 跑到那个龙宫那里 要一个定海神针 那这是性格决定命运 黎智英这个人闲不下来的 你要叫他说 哎呀别搞那么多了 哎呀不要跟中共着队啊 跟中共着队是没有用的啊 你现在拿着赚了这么多钱 还是要 要韬光养晦那么几年 他不干 他不相信韬光养晦 他要正正高潮 绝对毫无冷藏 他这个人生的哲学之间 所以他曾也黎智英 有时候 我不能说败 他非常成功 有时候遇到挫折 也是这种黎智英的性格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为什么北京女子的高看这个黎智英 用那么狠的话来骂他 什么民族霸类啊 而且就是乱港四 人帮啊 然后又变成把他的家里的族谱 也把他名字给拉掉 为什么对一个报纸老板像 这么大的狠手啊 黎智英在香港 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那么在1989年以后 黎智英这个对香港 确实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直到最近这几年 香港民族论论的出现 出现了这种年轻人的 这种民族自觉甚至是港独兴起以后 那黎智英就变成了光谱政治光谱上 反共的那个片中的因为黎智英是反港独兰 但是中共不会跟你这样算的 他认为你黎智英从89年以来 长达三十年就是强烈反共的立场 是一线贯穿 而且对于香港的民主党派 黎智英有所资助 让他们积极参与这个选举 而且每一次的像六四 珠光晚会 元旦大游行 什么反二十三条2003年的时候 黎智英是用这个报纸来这个直接的向民众呼吁 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当然基本法规定香港人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那黎智英叫人出来示威 只要这个示威经过警方批准 他没犯法 但是他影响力巨大 比方讲2003年50万 这一次反送中的那个游行 一百万两百万 那里头有没有水分虚报 我们不知道 没有一百万可能有七十万八十万 但是黎智英这个报纸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因为他这个报纸 往往把头版的这个标题当做口号 今天上街 就是一个头条 这个就是在新闻学来说 是有一点的创新 因为今天上街 这个不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成熟 对不对 这是一种主观的愿望 以及办报的老板的一腔极情的表现 但他有影响力 因为他这个报纸 不光是讲政治的 还有生活享受 消费 旅游 娱乐版 什么都有 他就把那些民间基层的那些 对政治本来不是太感兴趣 不敏感的人 把他笼络过来 团结过来 所以他有个基本盘 所以这是香港的这种生态 如果你像以前上次你说这个李子宋 陈翔 他们在六四以后办一个杂志叫当代 这个当代呢 只是评论共产党或者是中国前途 这个呢 只限于一小撮知识分子 其他人不要看的 但是李子宁不笨 他这个钱不会办当代那种广式论证的那种刊物 他这个苹果跟一周刊办的是个综合的通俗的刊物 最主要是娱乐新闻 然后就是消费什么到北海道哪里去泡汤 舒服啊 吃什么新宿哪一家好啊 那然后把这些 不是太关心政治的这些人 也搜罗在到他的这个气场之内 然后到了元旦叫人流行 六四周光集会 那么他的影响力发挥在这个地方 历久不衰 直到最近这三年新的一带冒起了 那些人不看报纸了 不看长篇文章 只在网络上短信发来发去视频 这帮人出现了就是香港本土主义 然后这里头隐含着一些港独的思想 这个时候李志宁觉得这个是太过分了 这个我李志宁跟那个香港民主派 20年的主张有所冲突 但是这个时候年轻人就开始对李志宁 觉得他是保守势力 实际上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 每一场革命都会出现的分化 如果用李志宁跟法国大革命相比 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吉伦特派 是反对黄石的 是要实现人权的 但是吉伦特派当年是代表了 法国的一些手工业者 一些这个比较理性的知识分子 跟这个庄园小地主 他们觉得在革命成功以后 不要把国王路易十六赶尽杀绝 应该成立一个共和宪法 这就够了 但是吉伦特派在革命的机器开动以后 这个革命的节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快就出现雅各兵派 雅各兵派是以罗伯斯比尔为主 再加上巴黎的城市的草根的穷人 他们的政治诉求比吉伦特派更激烈 他们主张要把这个国王杀掉 要不断革命 这个后来到跟那个十月革命也一样 李列宁史大林很左 但是后来弄出一个叫托洛斯基 他要求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断革命 这必定这个革命会有更激进的分裂出来 如果革命解决不了问题的话 一时解决不了 中共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不然毛泽东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 他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这些老革命派太保守了 甚至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以后 他们自己堕落了 所以后来就弄出什么张春桥 七本宇 什么这个陈永贵 马小六 马天水 这种乱七八糟的 这种极左的势力就出来 所以香港这个整个 当然它不是个革命 但是它这个社会运动 在社会矛盾得不到基本的解决的前提之下 就是中共坚决拒绝 这个开放普选 然后呢 这个香港现在政治结构 对于香港财富分配不公 贫富极度悬殊 这个马克思列宁早就证断出来的 社会经济问题 它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压力包 一定会这种矛盾会激发出来 那黎智英在激化矛盾的这个问题上 他起了就是共产党说的相当恶劣的作用 但是我们从社会科学 这个客观的规律来看 这是必然会产生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不对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金生白骨堆 毛泽东对这个看得最清楚 所以黎智英也有人说他是香港的小毛泽东 他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感受 但是小毛泽东他自己搞得有影响力 以后他看见有港独出来 他觉得不行 这个港独我不支持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毛泽东这个中共早就 为黎智英记的账有这么厚的一本 再加上最近这个习近平这个路线 再加上现在中联办跟这个港澳办换人 再加上这个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这个同时 你就香港反送中 当今圣上不能排除 要有所作为 对香港这个城市 觉得要清理一下 所以下面的人 可能新冠上任就揣摩 要不要找个头呢 这个找谁呢 对不对 要搞黎智英呢 早有词徒 但是有一个忌惮 因为美国人在后面撑腰 这个黎智英呢 他也不隐瞒 对不对 所以在22年 这个中共跟黎智英 有一种恐怖平衡 相安无事 但是最近上面的风向跟政策 这几年早就越来越左 对不对 而黎智英虽然反港独 但是最近这大半年 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 他的这个报纸起到了一个 还是影响力很大的 广东话叫吹鸡啊 吹哨子集合集结号的作用 所以这下就觉得他妈的忍无可忍 这老子来动一动 但是动一动呢 现在后面有后招 因为美国确实是介入了香港的局势 国会通过了一个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所以这个中共恼火就在这个地方 说乱港四人帮啊 汉奸啊 所谓的民族败类 这个什么定性 我们香港法律 没有民族败类这条罪名的 所以你不能够以民族败类 不死于人类狗死堆这种啊 汉奸洋奴这种罪名 把他抓起来 只能够挑一个小的 就是非法击毁 就小成大界吧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最开始知道黎智英新生 是他写一篇文章 叫李鹏你扑嘎 对不对 这个是 但是呢 这个当时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三个话题 等一下再讲华盛顿 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还是回到中共的这个角度 那中共那么恨这个黎智英 这些你下了这么多的毒手 为什么就没有把他真的解决了 那你解决不了啊 你香港到底是一国两制啊 对不对 你难道就洗头挺了桂敏海的方式 来解决他吗 桂敏海跟那个肖建华是特别专案啊 因为他动到了大陆的高层政治的 这个这个这个利益的奶酪啊 但是黎智英没有啊 黎智英只是在香港兴风灼浪啊 所以呢 你要你要这个解决黎智英 只能够像到目前为止啊 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轨道上解决 啊也没有说趁黎智英跑到什么日本啊 跑温泉的时候啊 啊派个什么洗头艇啊 把他从这个北海道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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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门口啊 那个布袋把他引一把他一包啊 就就丢上船 也没有这个 也不能见明目张的啊 那黎智英有时候也上上美国 去欧洲啊 去法国去吃东西 也没有发生这种王剑呢 啊这种神秘摔死啊 这种这种状况 这个说明我们国家 对黎智英的问题是人事意境的啊 也是长期啊 就给了他一个内心啊 这个容忍 希望他不要在反共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啊 但是很可惜黎智英先生让中共有一点的失望 所以呢中央在这个时候被迫出手啊 那么出手以后会对香港有没有效应呢 我想会有一定的效应啊 嗯但是黎智英先生会出夫吗 他会 他出过他出过什么回忆路啊 出过他这种什么经商理念啊 出过很多本啊 十本八本都有啊 而且在书展上也相当畅销啊 我的背景就是发的一本书啊 我的背景就是发的一本书 他是作家 他也是诗人 他刚办这个一周看的时候 每一期发表他一篇一首新诗啊 啊 这个书法 他的这个个人的情感 而且他很爱很喜欢艺术设计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黄永裕 黄永裕的儿子黄黑蛮啊 这个跟他是这个平背论交 他收藏很多黄永裕的这个这个作品 我这样说我希望现在在北京 他自己的山庄里头养老的黄老爷子 不会受牵连啊 希望不会有人去抽他的 黄老爷子房子里有一条稿 那个稿很厉害 一般不会别人不敢就得罪他的 你说这狗厉害 对 狗会比公安厉害吗 会比武警厉害吗 厉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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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就得罪他 所以他的这个公司跟他家里都有黄永裕的话 他这个人是比较追求小资产阶级 个人品位的 所以他这个一周刊这个出版物 他这个包装弄得不错 对 他是一个 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 北京对这个黎智英下属还是比较温柔 是不是跟华盛顿有很大的关系 华盛顿是不是真的要把黎智英 培养成为一个香港的代理人 其实黎智英呢 说实在的 他这个作用 也就是起到了舆论 这个思想的一种影响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派 刚才我就说了 那他喜欢呢 他这个人是非常激情 天不怕地不怕 示威的时候 身先士主出现在前线 但是他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你要是身先士主出现在前线呢 这就不光是言论或者是出版的问题 这是具体参与到行动或者是领导行动 那这样的话不要说中共 在香港也有这种散动啊 非法集会啊 也有公安条例是可以抓人的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淘洁跟你这个和平在家里做视频 不会我不会怕有警察敲门进来抓我的 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 如果我跑到街上一呼百应 说在一个箱子上 叫你们出来啊 我们现在跑到这个这个这个特首府啊啊 去叫你叫那个林郑月娥出来对话 那可能就触犯了香港的公安条例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方面 如果黎智英想当一个政治家 他要参与这种或者是进行这种活动 他应该有一点厚拙 就是说下一步如果你被抓了怎么办 你有何打算 如果你说美国支持你 支持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是想这个 就是想有一种啊 这种熏道 这精神 对黎智英是个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呢 就有一种熏道的精神 所以我不知道他具体有什么计划 或者是就是说啊 摸着石头过河啊 你抓我就抓我吧 我就看着办 我估计是啊 看着办的这个机会啊 会高一点 但是他这个人呢 在香港还是很有个性的 我认为在中国人社会里头 很有这种独立特型的这种啊 胆色啊 所以这才这才形成的黎智英呢 跟别其他的商人不同 是不是啊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您一下 很多人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有一些传说 说这个美国去香港的总领事馆呢 非常巨大 而且里面的雇员呢 非常之多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要来城市颠覆香港 颠覆中国大陆的主要基地 那么黎智英是不是他们的一个颠覆的工具 那么这个领事馆是不是这么一个大的机构 您有没有去过 因为上一次那个有一个政治参战 不是他去见几个学生吗 对吧 然后闹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波 引起美国国务院非常的愤怒 这一次要对这个中国的 据美国的这个记者 有可能会有所行动 跟这个都是有连接的 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 您了不了解这个领事馆 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这个美国总领事跟我也不认识 但是应该跟黎智英先生 应该会认识吧 应该这么说 这个各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呢 这是符合香港法律的 也是中国外交啊 这个层面上允许的 如果你认为哪一个国家 在香港成为颠覆基地 你可以啊驱逐领事或者大使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公布其中的证据 但是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 见各路人马 他也不光不光是见什么民主党 李祝敏啊或者黎智英 他也见词常常在官邸宴请 明建联 金明联 啊就是什么曾玉成 啊什么这个李慧琼 啊这些亲中的这些人 常常也进出美国总领事的官邸 嗯啊 所以呢 你说这个说美国人在后面 这个这个稿呢 这是一种主观的看法 那里头有多少人呢 他配备多少人也是 他的外交权力范围 对不对 说不定你在中共 中国在纽约的领事馆 或者在华盛顿的大使馆 再加上外面的这些记者 里里外外 一定比美国总领事的领事馆 在香港的员工会多 这个员工多少 我觉得不说明问题 对不对 我们香港是个法治社会 啊如果这个有人犯法啊 当然有一定的外交亢免权啊 这个呃以在法治的渠道上解决 那如果有某些国家认为美国领事馆的香港的行动过火 那你可以提出抗议 甚至是展开外交的这种行动 对不对 那其他呢 都是一些猜想或者依测 或者是传言 对不对 嗯 那么你说这个美国领事馆的香港 什么颠覆基地啊 什么这个 那怎么颠覆呢 这个颠覆的定义是什么呢 啊 他是不是下令叫这些人啊 上街啊 或者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黎智英是收到 外国势力的指令啊 去颠覆的有没有这方面的电邮啊什么呢 啊 这个要提出证据 我们在外面啊是讲证据事实 也是讲法律的 嗯 为什么中国比较淫于相信是外国人的颠覆 他是一个什么心理在侵略 我想你就何种你就清楚了啊 中共当年也是苏联 啊 这种包罗亭啊 啊 这种共产国际啊 啊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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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保加利亚的共产党总书记 国的金钱援助啊 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啊 孙中山最初拿拿谁的钱拿日本人的钱这个谁都知道啊 华侨那个钱华侨这个拿哪来的钱啊 清末的时候华侨在在纽约什么旧金山开两家洗衣店啊 洗的自己昏天黑地的有文艺多的心思围着他哪来钱捐给他妈的这个孙中山啊 啊 这个冰城可能有一两个冰城有一两个啊 能够支柱你11次起义啊 那你枪炮哪来的 请问你孙大炮啊 啊 枪支哪来的啊 啊这个没有外国势力没有日本人提供李孙中山搞什么推翻满庆啊 啊 所以这共产党一样 斯大林不给钱 你哪来的延安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吧 所以他用自己的那一套啊 啊这个世界观或者是革命史观来看待香港的问题啊 嗯 对不对啊 既然你怕香港变成一个颠覆基地 那其实最好 你当年邓小平跟英国属于许约50年100年 让英国人来看着 那香港就不会成为中共的肩负基地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把英国的这个这个团冲给拿掉 赤裸裸的 你怎样面对黎智英 怎样面对美国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呢 对不对 没有 当年为什么周恩来很英明呢 觉得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基地 还是要对英国进行长期利用 因为英国对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我跟你英国挑明了 你把香港作为一个颠覆共产党的基地的话 我解放军马上就杀过来 当然这个话有几分是恐吓 几分是真正的意图 英国人也不断多磨 所以如果我可以说很吊诡的 今天如果英国继续在香港管制下去 没有今天的黎智英 有今天的黎智英 但是不会是今天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 这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吧 对不对 现在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大事情呢 是很多人慢慢停止了对香港事情的关注 但是去年可是我们的观众 也包括我和平之类 基本上一年就实际上被你们香港人给占领了 不过我们最近又开始关注香港了 说香港最近有一些动作 那么北京也有这么的动作 就这么忙的情况之下 夏宝龙出现了 这个人事进行了调整 今天又开始抓这个黎智英 香港又开始有一些动作了 我们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你们香港人到底能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达不到目的 是不是很多人就感觉已经走人算了 应该香港现在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阶级利益板块的不同的诉求 首先这个反送中 为什么声势浩大 我怎么早说过 并不是民主派搞出来的 是你动到了这个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违反了当年邓小平的一句话 请投资者放心 这个收回香港的初心 1979年 香港总统麦里号到北京访问 第一次见到这个邓小平 邓小平说我香港是会收回来的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你回去跟投资者说 请投资者放心 收回香港以后 共产党会采取一年系列的措施 保障香港投资者的信心 但是你林郑月娥 或者他幕后人搞出这个送中条例 就让投资者不放心 所以才弄出了100万人游行 然后李志英看见机不可适 就参与 然后就说为什么你搞出林郑月娥这种饭桶 天烦天乱就是因为缺乏 迟迟不普选 那么普选的诉求也把香港的年轻人 尤其是有意投身政界的年轻人 就觉得就参与到这个运动 然后等到这个林郑月娥 决定撤回以后 那香港的工商界就撤下来了 我不敢了 我不反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 其他这个普选我无所谓了 因为我有这个功能组别的议席能保障 我的利益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大水已经放出来了 就李志英领导这些什么民主派 在延续这个普选的诉求 然后年轻人再加入 然后就说要有这个香港自决 或者是这个要坚决要求 要这个改革香港的这个选举的方式 所以这个反送中后来是有不同阶段的发展 因为有不同板块 不同这个阶级的这些人参与 所以有始至终是一国两制 怎么实行的问题 基本法跟中英联合声明怎么样实践的问题 你本来就遇到这个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 对这个问题当然有既定的看法 但是到了今天最近这五年 越来越强硬 比方讲这个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那你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的话 那等于是废了中英联合声明 跟那个那个基本法 所以这个矛盾不断计划 就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要对付这个局面 共产党没有别的法子 就是镇压强硬 然后就把这个黎智英叫这个 让这个林郑月娥把他抓起来 那现在最近这个香港 又有一些动作了是不是 这两天好像也恢复了一些街头示威吧 对不对 当然这个发生在这个 发生在这个黎智英被捕的前后 就昨天前天在忘觉 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示威 这个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巧合吧 也不能够说抓你们抓了我们的头 我们现在要上街要人 这个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因为街头的示威的示威 不是黎智英能够控制的 而且这年轻人之中有 当中有人嫌黎智英不够激进的 所以这个是香港的这种冲突矛盾 自然极化的结果 具体就表现在体现在林郑月娥仍然在位 这种人还在位的话是极端的不正常的 因为以这个习近平来说 你上一次雨伞运动以后 没有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你也不让你这个梁振英连任 那个决策应该说是比较能够 比较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个今天对这个林郑月娥 他搞出这么大的风波 他对管制危机的能力这么低 甚至比梁振英更差 但是这个林郑月娥到今天还不用下台 当然幕后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变得猜测 但是这个具体的客观的事实 就导致香港这个发高烧 酒发高烧不能退热 现在就是长期这个发高烧 至少你把人换了这个烧会低一下 但是人越晚不换这个高烧会延续下去 就像武汉肺炎一样对不对 然后这个肺就就粘化了 这肺里头就白了啊 现在香港已经有多少这样的并争了 不过我曾经跟北京的一些人聊过 他们说主要的不是不想换 主要是按照稀有的程序来讲呢 换的又是他们更不喜欢的人 那就奇怪啊 这个张建宗是第二号人物 为什么你不喜欢呢 你不喜欢为什么具体认命他为香港的第二号人物 叫政务司司长呢 我觉得是不懂啊 这个为什么他不喜欢 因为现在你按照香港基本法 如果林郑月娥下台 这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要代理特首 最长六个月 然后就是按照基本法规定的这个选特首 就是一千两百人选举委员会 还是照老本子做事 照老办法做事 你按照这个老办法已经选过三次了 选过至少三次 董建华 然后这个郑英权连任 然后梁振英 然后第四次就是这个林郑夏的上台 每一次都有唐英年啊 或者曾俊华啦 或者早一点的这个叫这个杨铁梁啊 这个什么吴光正的陪跑 那为什么现在忽然就觉得你连路杂陪跑的人 你都不喜欢呢 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中共身上 还是出在香港的建制派里头的啊 当然你不会让这个你不会让黎智英 黄之锋这种参与 那你在香港没有盟友吗 你在香港没有同路人吗 对不对 那中间派别的怎么样 那一个人都挑不上 那到底这是谁的问题呢 是不是 他有点不像港澳办也不像中联办 他运用换学就换学 现在这个抬手他就不能换学就换学 因为换这个张建宗 大家觉得会更糟糕 根本稳不住正脚 因为建制派就会管他 张建宗也如果是代任的话也是几个月啊 那你赶快就按照基本法规定 另选特首 另选一个你中共认为有能力是能信任的 就就了事很简单啊 不然的话按照这个逻辑 林郑月娥可以终身制做到死啊 对不对 那你让他下台干嘛 你现在把这个这个张晓明给换掉 把王志明给换掉 用夏宝龙跟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落落落落什么林啊 啊落落汇林啊 这两个都是一个是自江省的 蔡教堂十字架的一个是山西调来的 来到香港这这两个人对香港事务 以前都没有具体的这个这个经验 那他指导香港政策的方针到底是什么 肯定是配合现在中央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样的话就会跟香港的这个实际情况进一步的脱节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香港特首的人选就很重要 这个人选要不能呃这个不不成为李光耀也成为一个为小宝 为小宝一碗水要端得平 啊所以这个时候连你这个鞠马炮 三个人选都没有适当的 呃这个人那你香港喜能不乱肯定乱 那你现在连这个林郑也不敢换啊 说换了什么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放心 啊这种逻辑我不懂啊对不对 嗯你明知道如果林郑有什么三长两短 代任的肯定就是张建宗 这张建宗是你中共中央自己实质任命的 你怎么会把这个草包啊啊呃作为一个后备胎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胎车的时候啊啊四个轮子如果有一个胎的 歇了气 行李箱那个这个气要灌足啊对不对 啊你现在一个一个车轮破了啊停下来打开个箱 车尾箱一看哎他妈的那个后备轮胎烂的哎 我就问你这个车主你当初把这个后备轮胎放在车 这个行李箱里头你没看清楚啊你瞎了眼啊 对不对那你能怪谁啊对不对啊 就遇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所以北京头痛他们说要理顺这个权力关系 现在还没理顺 我今天做节目啊我听到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这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说陶先生准备移民了 只要我帮你办日卡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明镜有时候 你这个消息啊啊要要比较准确一些啊 你们有时候的IP评啊说缺乏事实根据啊 一些道听途说啊对不对啊但是我刚才没有 这个打算啊我说如果有23条立法啊 而且我看见这个上官气象啊 天文气象下官这个八卦地气啊 然后核子一算觉得不行了 那个时候啊商家自权啊外国势力都不要我没有人投靠 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啊啊 啊半个绿可到美国来这个是有大前提的 并不是说我陶泽现在怕啊下一个要抓我 我现在又溜了啊现在不存在啊不存在是不存在 这样的可能性对不对用共产党的话俗语啊 这个不存在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啊 啊所以啊 哎呀所以啊啊我这个我我应该是讲香港是不乐观 但是我是审慎的悲观对不对 为什么审慎的悲观呢 因为你中共我我不管你谁当皇帝还是需要香港这个热钱的通气口 这个通风口钱得进来对不对你要不要钱进来啊 你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再加上这个福工啊 现在你要你不是说要经济什么就业安全吗 你要不要保住这个外汇储备安全啊 要不要保住这个这个中国的经济安全啊 你要经济安全外汇储备安全啊 而且的这个热钱进出管道安全 那你香港你把它搞成一个深圳的一个宁波你干嘛呢 对不对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我不相信这个中共啊 啊是会会丧失这样的常常识 这个常识是他的生存的底线 他有的啊 所以我说是审慎的悲观 不是审慎的悲观